字幕 李宗盛 好 歡迎大家來到《通勝》這個節目 我今天很大的面子 可以請到陳雲先生做我們的嘉賓 好 歡迎陳雲先生 主持方面有我Daniel Hi Jackie 今天請到陳雲先生上來 台上已經有兩本書 其實已經知道我們今天大概會講些什麼 中文 執政中文和中文解讀 其實我覺得 我一看到這兩本書 我就覺得陳雲真的很厲害 更上一層樓 以前我們在中學的時候 已經讀過很多的文章 其實最主要就是 我想很多人惹著我那輩 第一次接觸陳雲的文章就是狂鬧 狂咀中國文化科六篇 既然中國文化科有六篇泛文 他們寫了六篇 寫了六篇 就過了 偏偏罵一次 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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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當時 坦白說 當時中學生對中文化沒有理解 但覺得厲害 原來除了官方的說法之外 還可以這樣去罵他 當時對於很多人來說 尤其是我的同輩 就說自此成為陳雲的粉絲 那次很意外 是嗎 那次是一個意外 可以再談 另外就是 但我覺得 現在寫了中文解讀之後 我覺得更加厲害 就是 一般人可能接觸這個文化問題 或者社會問題的時候 覺得有些距離 或者覺得不關他的事 但是自從這兩本書出了之後 我想你可能 你自己也感覺到 很多人忽然間找你 周圍去說 關於中文 保育 我覺得這個是暗道陳瘡 寫了中文說其他東西 所以非常佩服 以為是說中文 還是說其他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先說中文 然後慢慢大家 說了其他東西 先說了中文 其實近年來 你多番說到一些中文 尤其是香港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有些告示 或者 也不是單止告示 在日常 有些報紙 新聞 或者是傳媒 都會寫某一類的中文 而從你那本書到 你就會說這些中文 其實是有問題的 是一些洋化的中文 那其實為什麼呢 可以舉一些文字去討論一下 譬如最簡單的 譬如《識出善意》 最近什麼民主黨 和中聯辦 那些 《識出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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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就是叫做是好 表示好 或者表示友善 或者是是好 已經很古老的中文都有 但《識出善意》 就做到好像很化學 好像是一些化學程式 另外 就是說他的善意 其實是藏起來的 是不給別人的 是強行的 不在某些情況下 是釋出來的 所以這些言語 一來他有工程師語言 那種共產黨的意識 二來就是 說他的善意 其實是不給你的 這次額外 是好像放Gas 放少許來享受 這些事情 他背後 既顯示出 他那種社會 那種工程師 控制一切 那種政治特色 另外就是 有些自我反諷 但是他不知道 所以這些公共語言 其實很好笑 好像是他們自己 在《識出善意識》 有一套話想說 但他自己不知道 說出來還是 所以這些 你以為不是語言 即是當他們是老鼠 對 即是我們叫的 語言無意識 從語言 其實從語言 可以看到 背後有些意識形態 或者有些潛藏的思路 但譬如你平時也有批評 一些語文的用法 其實是污染了 譬如有什麼例子呢 譬如那些比較嚴重 他又不是顯示 什麼意識形態 或者什麼自我反諷 反諷自己也不知道 有些就是很機械地 用了一些洋化式的中文 譬如說 不排除什麼的可能性 後來就不要了可能性 只剩下不排除什麼 其實意思就是 懷疑、猜測、考慮做什麼 原本中文 或者甚至英文 都有很闊的表達方式 但因為不排除什麼的 那樣東西 是令人不知道責任在哪裡 譬如最先是律師用的 後來就是一些官員 猜測些什麼 最近甚至連警方都會這樣用 譬如那個人中了毒 或者燒炭死了 然後他就說 不排除自殺 這些都是很奇怪的語言 即使是懷疑自殺 警方不用上身 不需要說什麼 譬如在其他地方 譬如即使是台灣的中文 他都說 警方是初步懷疑自殺案件 那就算了 他不用不排除自殺案件 因為不排除這件事 就是捉不到責任 亦都找不到意思 如果那個官員 他推卸責任 和推卸那個語言責任 推卸到這樣的地步 其實是不可容忍的 社會 但是我們不會 就是我們不會懷疑 即使是我們用的語言 都有一種權力的 購償 即是它完全不能上身 另外一些 譬如說優化環境 或者優化公屋結構 或者活化什麼 或者優化民主 優化民主 或者優化功能組別 優化的自由 是捉不到背後 有什麼意思的 譬如說改善 它是有責任的 即是有目標要達到的 甚至如果說完善 譬如完善某一個工程 或者某一個局務工程 那真的要整好這些東西 如果說優化局務工程 其實它只是撿頭撿尾 清了樹葉 就已經算是優化了 即是游了浸漆又是優化了 即是政府用這樣的語言 其實是整到 混牙試聽 混牙試聽 而且整到那個 執政的責任是沒有了 原本如果回歸前 我都搜集過回歸前新聞用的 或者政府用的用語 它是用完善 改善 改良 等等 但是近這幾年 回歸後 特別是曾蔡英權上台之後 很多是用優化活化 都是一種上行 完全是捉不到行政責任的語言 這些都是一些很狡猾的東西 但是由於政府發言人是這樣說 然後新聞稿又這樣寫 傳媒又照跟 那些評論的人 或者報章 最初就是玩一下那些字 但玩一下又不改正經的字來平衡 正經一下那些 原本用開的那些 很多層次 很多內容的字 就會消失了 其實慢慢會消滅與會 其實消滅與會 才是最厲害的統治方法 就像George Orwell說的 New Language New Language 就是你想罵政府 但是你用不到另一套語言來罵他 你要說回他那套語言 但是他那套語言 就是偏幫政府 捉不到痛腳 捉不到責任 所以 之所以要 近這幾年要寫這麼多這些東西 除了是語言上面 要恢復很有活力的自然的日常語言之外 官方語言當然也要兩邊制衡 另外一邊就是看到官方語言 官方是用語言來控制人的思想 甚至是透過消滅語言 消滅與會 消滅一些表達方式 令到那些人不知道政府想做什麼 或者不知道責任在哪裡 這些是一些很危險的事情 很多社會都不容忍這些事情 但香港很奇怪 可能新聞出得很快 或者沒有了一批對語言很敏感的傳媒人 正正一下就跟了他們 少了一些自覺 如果美國 譬如說美國當年打伊拉克 布希總統用了一個字叫collateral damage 就是說誤傷平民 或者不小心打爛平民的屋 或者殺死平民 叫collateral damage 但這些報紙不會跟這個字 不會跟說邊緣 即不是你出什麼新聞稿 不會說邊緣的毀滅 或者不小心死了人 舉手就這樣說 kill a few civilians 就是有些平民死了 即用了kill 對 不會說collateral damage 不會跟據官方的用語 這些很明顯是看到傳媒 或者民間對政府的語言控制 那種自覺和面積 會不會都是一種懶惰呢 其實我也認識有些做傳媒的人 可能他們不是想得太清楚 但是他們說政府新聞稿下來 就是照copy 對 照copy 我都說得清楚意思 對 冷度 另外就是 有時如果他上司 或者高一層的總編輯 他不撐行的話 他想著政府是這樣用 我們不要亂搞 其他報紙也是這樣用 我們這樣用的時候 又要告訴別人 為什麼要這樣 不如跟著別人就不用煩 有時甚至是 我都聽過一些記者朋友 說他改回以前的用語 但是他上一級 所以他真的會嘗試去頂回頭 對 上一級就說不要了 不要有那麼多麻煩 釋出善意就釋出善意 施放催淚彈就施放催淚彈 不要說發射了 不要投擲 因為警方的那個 對 投擲 因為警方的新聞稿是什麼 是私房 好 今次聽了很多有關 語言的不用 或者是刻意的作用 下一節回來可以再說 背後會不會有更多 深層的政治 或者社會的意涉 好